底下这句可不得了 做阿维约志 阿维约志是印度话的 凡文语 是什么意思呢 不退转菩萨 这不是普通菩萨 所以这一月 你要记住 在第十八月 神你必胜了 这汉语 做阿维约志菩萨 阿维约志菩萨 就是臣佛了 大臣教理长讲 花眼镜上 三种烦恼 不执着 你真的 阿维约志菩萨 不分别 你真的菩萨 不像从前 那么过分 现在淡化了一点 就这一点功夫 就能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呢 那就做奥运 是修的 这个很了不起 佛在一切经历里 从来没讲过 只有在这个经历下 我们相信 佛没往生 佛的话 佛的话句句真实 阿维约志 是位不退 菩萨的地位不会退 行不退 念不退 所以 圆正三不退 圆满正的三不退 严格的说 到什么时候才真正 菩萨修行 修到什么地位 才真正圆满正的三不退 七地 地位高了 但是正德呢 正在圆教出出去正德 超越是发解了 这样的人 生极乐世界 时报装严土 不再同居 不再方便 由此可知 生同居住 下下平往生 也是阿维约志 菩萨 这可得了 为什么摄放菩萨 向往极乐世界 道理就在此 没有别的 你在别的 佛国度里头 要想修到这个层次 很辛苦 很长的时间 到极乐世界 一去 这个地位就获得了 所以这个法门叫 男性之法 我希望你能够 就是 你能够 帮我 帮我 帮我